其實是張三任院長從當任科技政委到科技部長院長 到院長都一直在努力推工的事情 那但是這件事情真的很困難嗎 其實各位我有比較深入的參與民間在和開放資料的需求 或者是資料的成果 我們都覺得真正是蠻困難的 每件事情都要好久 那我們歡迎院長 那個偷偷鐵對 偷偷鐵對聯盟派對聯盟派對聯盟派對聯盟津 那我們今天這邊有排自全世界十六個國家的獎勵者 大概超過七百位的委員長 再過幾天就要獻任 其實跟大家都很招呼 在從這個2012年的10月開始 我在行政任務宣布說 希望很多開始可以動物分配吧 到今年年初我們在英國的通路 KLV 拿到學資教會的第一名 這裡面其實貢獻最大的外部力量 就是居民力 我在這邊要謝謝我們所有居民力 居民力不但給我們技術上的寫字 也給我們很多外部力量 有的時候在政府裡面推示起來 但是內部力量 不知道外部力量是怎麼樣 外部力量才讓政府內部的人 能夠體會到說 外面的人是有一個需求 為什麼要做的事情 因為做的外面的人有用 會給你必要的討論 所以這個也是居民力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我想說過去這幾年的推動過程中 你有成功的案的一個人失敗 可能那幾年完會 想去第二個案的地方 看看其中關鍵點 能夠成功的那個人失敗 到底最後是因為什麼樣的原因 我想公務人員的公司 對這邊 Peggy跑來去 Peggy在政府裡面大概四百天 很清楚說其實公務人員 基本上是有的 但是 郭忠祐在大會 那是一些 他成為了一個好奇 我們在上面的社會 因為我們在那裡 幫你一把他去做這件事情 有一個方向 所以你剛剛講說 我們要講一個比較成功的案子 我就是高速公務人員提出 高速公務人員提出 高速公務人員提出 要開放其實人權產品 我們非常多的顧問 認為牽涉到個人的事 所以今天蔡英雲的項目 蔡英雲的項目 其實是整個Openg NetRae 用過程度 一個非常重要的助力 他跟法庫部 跟很多單位 我們會把這個個資的顧慮 到底什麼樣的情況可以開放 事實上情況會不會開放 不能開放的話 要經過什麼樣的情況才能開放 在這領域身上會非常清楚 有了這個開放以後 其實就看過影片的顧慮 那我們很高興地說 高中顧慮具體的 是我們說因為有一個方向 這個所以 它裡面有些項目是有客製的固域 但是在拿掉我們確然會有 它其實開放出來 是我們目前政府開放出來 可能是 很可能是Open Data裡面量最大的 而且大家如果使用的這個 潛力裡面就最好的 那這個所以我覺得 這個要講成功的話 這個 高中顧慮具體的資料 是算是很成功的 講一個說話 沒有完全失敗 講一個一開始的失敗 後來比較挽回的是 我們中央選舉委員會的選舉資料 中央選舉委員會的選舉資料 從早年開始 開始開放選舉的時候 其實這些資料 對於我們研究我們整個 臺灣民主黨過程 是非常重要的資料 尤其是我們在知道 像馬上我們對外 根本沒有這個 民主體資料的時候 這些資料更是 華人地區民主發展 一個非常重要的資料 我們在開始 可以問一下 民主的民主的年齡 開始開放選舉的時候 中央選舉委員會 也就有一個意思 他說 所有這些選舉資料 都是各式 一樣的分開放 簡直非多支持 我們沒有收藥水不多 我們說每個部位資料 有一樣的資料 那中央選舉委員會 沒有一樣的分開放 沒有一樣的分開放 我說你們在選舉通報上面 選舉過什麼學育 什麼 這個時校畢業 什麼經濟 通通有 結果選舉通報開放 給所有人看過 你們的見感 接下來收到 你這個中央選舉委員會裡面 你說這些都是個資 或者開放 是在外面 只要找報紙 就有選舉通報 通通可以看到 我還特別寫了一封信 給當時中央選舉委會的 張柏牙主任委員 請他發報 說開放中央選舉委會的資料 對於研究台灣的民主過程 是有多重要的意義 後來象徵性開放一點點 沒有很多 所以這是失敗的前半段 後來中央選舉委會 有一個新任副主委 叫做陳文生教授 是從高雄 我們科技大學院的大學來的 上任的第一天 他來告訴我 他來找我說 他要把我們全部開放 他要把中央選舉委會 變成我們政府機關裡面 open data的模範 但是沒有錢 剛剛Bagy講的成本 沒有錢 那我那時候的科技政委 手段有一個注意 可以稍微靈活運用的科技預算 我覺得你要多少錢 我支持他 他把中央選舉委會後來 幾乎所有的這個選舉 全部都開放出來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 今年年初拿到 OKFMD的一個貢獻 這裡面其實講到就是說 剛才我們前面第一個 簡報 那個男士都會 Julia 他的簡報很好 他是 Govern Innovation from Buckingham Govern Innovation from Buckingham Govern Innovation from Buckingham 中層上層 就要有top down的 motivation 就是top down的這個力量去推 那我覺得陳文生教授 在擔任中央選舉委會的 副主任委員的時候 可以就是top down的這個力量 所以我是認為說 這個open data這件事情 一方面 要有watering luck 的能力 motivation 另外一方面 top down要有powerless guidance powerless guidance 另外還有旁邊上的 方電話 可以清費的協助 所以這件事情成功 所以剛剛講 中央選舉委會這個事情 可以做得更好的時間 可以提前 但是 因為中層 中高層出發 還沒有這個觀念 所以開放時間 可以開放時間晚一點 但是畢竟 到時候還是開放 所以我 給這個案子打分數 是60分 放到幾個 前面的ETC打分數 我可以給它打到90分 非常不錯 好 謝謝院長 這兩個案例 那我想中選委會的資料 大家經典的選舉 關注的話都會知道 他們除了過去一次資料之外 這一次的選舉 也用數位的方式 以Jason導臺提供 所以我覺得 我大概有70分了 60分了 不過這樣聽起來 加10分 這樣聽起來好像有點失戴的 比如說好像 這個 主事者過去推的話 時間是一個 沒有辦法推動 包括人在 從 科技政委到 副院長到 院長這個時候 推動的力道 因為我們常常參加這個會議 感覺起來都有差別 那這真的 是在人為 沒有辦法從這個 比較制度性的方式 然後延續下去 就是說 可以制度性的去開放 這樣的東西嗎 是在人為 但是要看這個人是什麼人 我覺得中低 中底層的公務員 手上未有資料 這些公務員 還是恩惠軍事 那個資本 覺得非常重要 因為即使透過立法 這種非做不可能的事情 其實在座 如果有公務員的話 很清楚說 很多技術細節都可以當作藉口 所以那些技術細節 我們在上面的人 其實不可能每一公分 每一根毫毛都看得到 所以他可以用一個 用一個 試試 聽起來有道理的藉口 並推脫 試試上那個藉口 並不是真的藉口 所以公務員 中低層的 非常重要 他們如果不運動的時候 其實疾病有法規 他們也不見得動得起來 還是看起來做得很重要 所以這個是為什麼 這是為什麼 我覺得國發會在 一二零一二年 他被我做公分檢查的時候 一開始說 每個部會只要開放五項資料 外界就是說 一點雄心壯志都沒有 但是每個部會開放五項資料 其實是要讓他們 慢慢接受這個趨勢 如果一開始就要求 二十項、五十項 這個時候對於公務員 壓力那麼大的時候 他們會無形中抗拒 最後只是一樣的不開放的資料 所以我舉的另外一個好笑的例子 我們要求哪個部會開放五項資料 各位可以聽我講的案例 教育部這麼大的一個部 五項資料 一早就至少五十項 但是開放五項資料 是小學的地址 松學的地址 國中的地址 高中的地址 大學的地址 像個四項 大學的地址 這就是不願意做的時候 就是這樣的做法 那後來改好改好很多 我一直拿教育部的案例 當作負面案例 說你看你們教育部 後來教育部來 改頭 起心革面 變得很好 但是我是說 你要求五項 這個是從上樓下的地址 他們能用這種方式應付 所以我在說公務人員 底層的董 體會是非常重要 但是經過幾年 幾年慢慢地洗腦 尤其我說洗腦 很大量 讓公務人員慢慢體會說 做得也不錯啊 如果再有一些政策的支持 或是經費的支持 他們就慢慢接受 而且做了也就發現 有人在外面 真的產生很好的應用 像昨天剛好 我跟總統去辦一個獎 叫做政府優良服務獎 其中一個獎是彰化縣政府 用open data 把犯罪最密集的時間 跟地點公布出來 讓彰化縣你們知道 各位 要是早幾年 我們跟警政策想 破解的話 都沒有用 他就說太危險了 這有什麼 防地產 各種特量的控制 我們跟警政策講了 好多年說 開放犯罪的資料 他都不願意開放 但是觀念過了兩年以後 彰化縣 一個縣政府主動做 open data 把這犯罪資料的密集 地點跟持續開放出來 昨天拿到 政府優良服務品質獎 這就是一個例子 底層任務員做的時候 這個風氣就慢慢引起來了 所以 世代人為 這個人啊 那個人是什麼人啊 還是中底層的 基層的人最重要 好 所以升級這個開放的文化 然後找10個Peggy到 各個政府單位 是 可能是一個解決法這樣子 還有 他任務員數就像Peggy這種人 Peggy這種人也很重要 他進行匯復 剛才的案例不會成功吧 你自己講對不對 你自己講對不對 你不要再上 好 那我想最後呢 想 因為 變導的任期也即將結束 我們已經總辭了 所以 那 有沒有在這個議題上面 或是其他議題 對新政府有什麼樣的期待 或者覺得 哪邊可以做得更好 什麼東西 好像沒有完成 可以接下去 把它做得更好 新政府 我看我們新政府 現在國發會的副主委 在這邊啊 那個 台南市民院政府市長 也在這邊 大家認識一下 台南市民院政府市長 所以我想 國發會 將來的副主委 在這邊非常重要 那 將來政府的資訊長 現在還看不清楚是誰 這方面 老實講 不即便這個 這個 未來政府主委 在這邊 我還是要講 我也不擔心 因為看起來 資訊的這個 在這個 在政務官程式裡面 不一定是很明顯 那 有謠傳 還不能正式的謠傳 是 將來資訊 大部分的業務 會由科技政委下面的 這個 執行因素 來負責 這個執行因素 是長大的 國藥王 副教授 在這裏有很多的任務 基本上資訊 專業術滿足夠的 但是 一下子資訊 的這個 這個 最投入的人 從副院長 降到政務委員 降到政務委員 下面的執行秘書 這樣也很急 這樣也很急 國藥王這個人 不是不好 政府裡面 畢竟還是有體質 還是有上下的觀念 當你從副院長 降到政務委員下面的 執行秘書 推動力量是有差的 這個 執行秘書 我當時在擔任政務委員的時候 我請到 執行秘書 是現在工業局局長 吳明基 吳明基說他在行政務委員擔任顧問 老實說是一個險缺 但是位階很高 到了科技政務下面的執行秘書以後 他說開會的時候排位置 看得出來 行政務委員排在前兩個位置 到了科技政務下執行秘書 在後兩個位置 開會的席位就顯示出政府體系裡面 對這個職位 告別認識的差異就這麼大 所以即便是郭曉帆執行秘書 有十足的技術 know how 去做這件事情 在政府體系裡面 我是有點擔心 將來推動力道 當然政府主委在國發會裡面 可以協助國發會的資金管處幫你 但是我想政府體系裡面的慣性 畢竟還是存在的 這個時候我們要發展出來 在外面距離離的力量更有用 以前我們以應外合 現在比應的層次降低了很多 很多外合的力量更大 距離離離關加油 好那就是可能院長信任說 可能發言網路可以加入居民地嗎 線上都參加了 101有沒有年齡限制 沒有沒有 其實我們的這個code of contact裡面 明文的希望大家不要有這個 任何的discriminate 年齡的歧視也可以 包括年齡的歧視也可以 埃多達的歧視 不要麻煩 好 那好 謝謝 謝謝 好 其實 剛才任長大集當接任 這個執行秘書的這個步驟 其實過去在補課會下面 其實推動蠻多 跟本社會相關的計劃 那可能各位 有在學校 學術機構 當然我可能都會知道 那我們可能也希望 都欣賞 看看能不能跳脫這個 行政院的人事的層級 讓真的專業的人 能夠發出專業的聲音 然後讓這樣的事情 可以繼續推進下去 好 那我們非常謝謝任長今天來到這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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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請問一下,可以提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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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還是問他 你確定你是主持人 不好意思,所以其實可以提問嗎? 好,不好意思,請問一下,張善政院長 就是你其實提到的一些台灣開放資料例子 那事實上,台灣會有一個例子,它就知道公存者沒有被開放 這些資料放在所發會的檔案局裡面,包括過往公文 各種過往判決以及轉型正義的文件和檔案 那這些檔案會有什麼重要呢? 你講慢一點,我聽不清楚 台灣檔案其實有很多官員黨轉型正義或者是過往公文判決的一些文件 那這些文件一直都沒有被開放 那這些文件其實可以去解構過往政府的運作方式 了解過往台灣的政經狀況 以及揭露過往民產政權侵犯人權的狀況 破解台灣目前的選擇資本主義 那這些檔案其實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台灣的過距 分析他們如何,問我們過距的成功和示範怎麼產生呢? 也可以幫助我們避免遭到分析 那還有以前以黨領政的時代 很多損放在國民黨黨史館的人間 其實也按台灣當時的政策非常有關 但可惜的是因為沒有政黨法 所以國民黨現在是人權團體 這些黨只變成國民黨的私產 那我想請問你喔 以你在任內推到這麼多大量 只要通報經驗 你怎麼建議未來政府處理這些檔案局的檔案 尤其是轉移這些檔案已經過平好的大量 謝謝 這個檔案管理局啊 是歸國大會 所以對政府處理以後是有選擇的 那是就是 那個法規上面只要那個檔案是 已經可以開放外面查閱的話 理論上應該要可以開放 所以過去可能外界對於政府 我們對他項目的要求 有沒有要求的底下 印象也可能沒有 我覺得就是提要求 國發會是一個提需求的窗口 窗口提進去以後 我們有一個既定的程序 原來以前我們這個決定權是交給客戶會的 但老實說在早期的時候 客戶會通常找一些我剛才已經講了 奇怪的人也會推脫 所以後來我們把這個程序調整過了 至少是兩級到三級的review 就是業務單位第一層說可不可以開放 如果可以開放就沒事 如果說不可以開放 要部會的資訊長背書 就是副首長 如果還不可以開放 就要送到國發會的最後一層 在國發會裡面有委會 再去認定說是不是真的不可以開放 這樣有三層的審查機制 這三層如果都認為不可以開放 就是真的不開票 但是很少資料會經過這種 除非他真的本身有一些什麼要開放的問題 否則如果說公務人蓄意找理由不開放 經過這三官員的考驗會開放 所以只要提需求到國發會的網站窗口 就讓他尋求深入去討論看 萬一不能開放 會有理由告訴你不能開放 大概是這個樣子 至於說國民黨的檔案 或是其實這個都一樣 民進黨也還蠻壯大的 以後這種政治團體 甚至連時代力量這些什麼 其實都會有資料是研究政治的學者 會感興趣的 但是就像你講的政黨法現在 我們在Open Data 講的是政府的資料 民間的資料這些都屬於這種民間團體 政治團體 老實說現在是沒有辦法去要求 所以如果內外的話 的確是要有這個立法的工作 再給我答案 謝謝